牛奶的问题才刚过 现在米又出了问题 市售的白米爆发了低等米混充高价米 农粮鼠上个月针对白米来揍抽烟 但是隐匿了一个月未爆 现在才紧急的公布有八家米商严重的违规 这些名单当中甚至是用比三等米还要差的等外米 混充高价米卖给消费者来赚取不当利润 市售白米又再度爆发出问题 原来厂商把劣质的低价米混充高价米卖给消费者 按照国家标准一等米最好比三等米还差的就是等外米 农粮鼠上个月抽检发现八家米商严重违规 像是台糖台庚9号十粒米仅有一粒出自台庚9号 金农米台庚9号更是没有一粒出自台庚9号 观山玉箱十粒米仅有两粒出自台农71号 天生毫米有机白米拿三等米混充 另外像是山水压长糙米 金农米粮值金米天生毫米糙米和台糖有机糙米 全是用等外米来混充 标台庚9号因为纯度 再加上有一批在操作上的有一个误差 所以这个我们都对这个相关人员我们对他称储 新进的资源呢 可能听到加工香米 他误认全部都是一样 总之里面都是香米 按出到台庚4号的 是上个月底就听查到 回回首农粮鼠官员不愿多做回应 面对食品再出问题 虽然多半是标示不实 但消费者对食品的信心再度